茴香是散型科茴香属植物,又圆明小茴香,又成香丝菜,小茴香,茴香子,故乡四川,贵州,浑香,小茴香的金布及嫩叶可做菜蔬,调味料小茴香,为植物茴香的干燥成熟果实。 茴香苗,是一种香腥蔬菜。 其嫩精和嫩叶工作食用部分。 其种子可做药用或香料,茴香苗有特殊的香气,人们常用来做馅。 茴香苗是营养很丰富的蔬菜的之一。 它的胡萝卜素和钙的含量很高,维生素B1、B2、CPP和铁的含量也比较高。 茴香主要成分是茴香油,能刺激胃肠神经血管,促进消化液分泌,增加胃肠蠕动,有健胃, 形气的功效,有助于缓解静卵,减轻疼痛。 茴香稀能促进骨髓细胞,成熟并释放入外周血液,有明显的升高白细胞。 的作用,主要是升高中性粒细胞,可用于白细胞减少症。 小茴香,它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、脂肪、膳食纤维、茴香脑、 小茴香铜和上香泉等,其香气主要来自茴香铜和茴香泉等香味物质。 它是集医药、调味、食用、化妆于一身的多用植物。 其温精,也可做蔬菜、美食,在茴香的果实中,含茴香油2.3%, 不好的小茴气旧色发率,大小不均匀,抓起来会很多杂质、粉尘。 闻起来气味不好,没有甘草的香味。 小茴香还有抗溃疡、阵痛、性激素作用等,茴香油有不同程度的抗菌作用。 能刺激胃肠神经血管,促进唾液和胃液分泌,起到增进食欲,帮助消化的作用。 适合排胃虚寒。 长脚痛,痛经患者用于食疗,食用方法为取小茴。 香少许,炒后煎汤去扎,然后加大米,煮成米粥食用。 小茴香全身是宝,不仅被广泛用作食品调味香料,是一种价值很高的优良心香料,而且兼有药理作用,有很高的药用价值,同时也可作为饲料添加剂等。 在食品应用方面,小茴香是人工配置五香粉的主要组份,广泛用于食品调味。 小茴香油还常用于糖果和酒类的配置。 小茴香是食用香料植物的大宗品种。 在世界贸易量中,它仅次于胡椒、辣椒、芥菜籽、芝麻、桂皮、姜、冰香、肉豆落、盐髓子、姜黄等,而远远高于我国盛产的八角茴香。 小茴香主要含灰发油等成分,包括茴香芈、茴香酮、柠檬锡茴香犬等,从小茴香过时及经验中,提得的精油有广泛的用途,可用于芽、糕、芽粉、肥皂、香雪化、装品等香精中。 茴香最常见的吃法是做成饺子馅,剁碎混入猪肉包成饺子,美味十足。 一、自己本身是过敏体质的人,吃小茴香的时候要慎重,因为可能会引起一定的过敏反应。 过量食用小茴香会造成过敏现象,所以如果服用过后,出现身体不舒服或皮肤出现过敏现象的应该立即咨询医师。 我觉得过敏体质的人,为了自身健康一点,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,注意生活饮食。 二、因为茴香有健胃、行气的功效,而性燥热,所以肺,胃有热即热毒者,饮食会造成肺,胃损伤。 三、若有心烦、潮热到汗、失眠多梦,女子经少或金碧,或男子早泻,胃经,或骨症发热,腰西酸软,耳鸣等症状进食小茴香。 四、造成势力损伤,小茴香不是以短期大量服用,否则会有损伤势力的副作用产生,每天服用的限量是10克,如果超过这个就要斟酌了。 五、小茴香热灶,如果饮食过多会出现嘴部发炎,和舌头长疮等症状,同时甚至造成肠胃热,或者胃火旺等情况出现。 。